不知何时开始 钻石段位早已不是永恒的坎儿 传说中高质量的王者 倒成了水分最大的段位 现在很多玩家都表示自己身边 人均王者 甚至荣耀王者都学出可见 现在的王者还是实力的象征吗 其实大家也知道 现在想上个王者 其实很简单 除了自己埋头打上去玩 还可以抱大腿 找几个厉害的朋友带上去 没有厉害的好友也不要紧 只要是上个王者 时间够多 该也能干上去 因为现在的勇者积分很好积累 可以说上王者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渠道多得是 这也导致了一些低薪王者真实水平 甚至还不如钻石 有人运气好混上来 有人被大腿带上来 还有其他渠道上来的 以至于一些有实力 待在王者段位的玩家 也会被拖下水 所以现在的王者是真的水分很大 随着版本更跌 这样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 起码短期内官方不会处理这个问题 但也不能说是一个问题 毕竟也侧面证明了 玩家的水平越来越高 未来的版本 或许荣耀王者 也无法满足玩家的心理 所以现在唯一还算净土的地方 只能是大乱斗了